今天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两天其实也在看很多的视频 看很多的书 也不是看很多的书 看一些书 然后呢我有一个 对我有一个疑问 我中间可以切块的 我中间可以切的 就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看过圣经的创世纪 可能就是旧约里的创世纪篇 就是因为很多人 其实我以为很多 我以为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探讨啊 就是有一个 就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这个宇宙和宇宙上的动物 和地球宇宙动物还有人类 然后呢人类就是亚当和夏娃 然后呢他把亚当和夏娃放到伊甸园里 让亚当和夏娃 说白了也就是让他们当个那个 看林子的人 然后林子里头有两棵最重要的树 一个是生命树 一个是智慧树 生命树呢上的果子 吃了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 然后上帝没有说什么 就是但是有一棵智慧树 上帝就跟亚当和夏娃说 你们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 然后亚当和夏娃一直很听话 在帮他打理园子没吃果子 然后有一天一条蛇来了之后 就是蛇就告诉他们说 哎这个果子很好吃 引诱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那颗果子 然后吃完之后呢上帝就发现了 然后上帝就惩罚了亚当和夏娃 把他们逐出了一点园 从这个简单的故事里头 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东西 都可以用来分析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 我只是我的好奇心 我想听别人的看法 我其实一直想 跟我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也好 听主教的那些朋友也好 就是我一直很 我一直很崇敬所有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 然后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 就是我其实想听别人的见解 就是为什么上帝要 不让亚当和夏娃吃那棵树那果子 他又非要让他们要造这个智慧树的 智慧树在这个园子里 他要把它放在亚当和夏娃的身边 然后呢 如果说世界的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话 那这条蛇也是神创造的 那这个蛇有这个引诱他们俩吃果子这件事 其实也是神的安排 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所有的 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话 那这蛇这邪恶的这个想法 不说他邪恶了 因为好坏邪恶这些都是我们人定义的 那也许对于神来说 这个就是自然界存在的 就是有它的道理的 它就是有存在的意义的 然后这蛇上帝让这蛇 是上帝让蛇去引诱他们俩的吗 因为动物照理说是没有智慧的 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之前没吃智慧树上的苹果的时候 他们俩跟动物也差不多 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识 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像人工智能 现在的这个状态 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编程是什么样 它就只能是什么样 然后吃了之后 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然后之后呢 之后的故事更神 就是咱就先不说了 因为时间 我不想让这个视频变得特别长 然后我只是好奇说 为什么神要创造他们俩 然后还有这个智慧树 还有这个蛇 其实可能他们都是一个隐喻 但是我就是只是想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其实是 我这咕噜可以掐掉吗 就是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 上帝创造这 人也好 动物也好 这些 其实我们所线上拥有的所有的习性 都是上帝 就是所谓的那个神 他有的这习性 然后呢 他只是想测试我们 也好 还是说 让我们去帮助他体验这个人生 然后 去看是怎样化解掉 也好 还是说 克服掉这些 所谓的贪念也好 不好的想法也好 还是 我觉得我这段应该拿掉 我觉得我这次应该单纯点 就只聊 只聊这个出汗这个事 好吧 那就先这样 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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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